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嗯 那大家知道要如何选择卤呢 这时候我们要做时光机来到清源眼间多年线里 我们在艾迪壁画中看见了卤的妆机 艾迪用后就是用卤来保养她的青春的鼻 一直到现在的时尚杂志被开汉的太太维多利亚说 吃卤可以快速修复皮肤 真的是小姿势的嘛 偷偷告诉你们 我也是每天用卤来保养我的皮肤 诶 那这个卤可以用吗 我们准备了七个重点来帮大家怎么选择卤 卤的品种有两三百种 能达到医疗美容保健的就只有六种而已 其中Alovera羊卤是最棒的哦 卤一定要种植杂质干燥的土壤 三到五年的时间吸取代币的日月精华 放羊面背牛哥哥吃杂草 打到有机肺种真的是太棒了 很多人都觉得卤是一个很软的植物 不能够随便乱吃 但你知道吗 卤蜗翻成皮跟肉 皮里面有大黄素和卤蜗素 是很含的 中间的果肉有两百多种的营养 永久卤蜗的系列产品 就有专业的去皮技术 永久的卤蜗汁还有得到 台湾生计医疗品质品 评审的今日良言 连孕夫都能恩心使用去皮的卤蜗凝胶 半简骨一枝 卤蜗一定要有稳定专利 把自用值的品质交到你我手中 第一数位在表示产品的组成分 相信你一定有更聪明的选择 在台湾还有国际都要有层层把关 安全比有效更重要 买卤就要选择 超过40年行销160多的国家 全世界最大的卤蜗公司 For a Releaving Product 以上的介绍让你知道卤蜗怎么选择 大家知道吗 我就是和卤蜗汁长大的 我最喜欢的卤蜗汁是圆姿 我就是竟然蛋的卤蜗宝宝 太棒了